嗨,我是金心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中国年轻人常说的口头禅 口头禅的意思就是经常放在嘴边的常说的话 这个叫做口头禅 第一个口头禅叫做 嗡了 看到吗? 一般来讲我们来发这个音的时候都会加一个耳化音 嗡了 这个指的就是OK,没有问题,可以,好的 都可以用嗡了来表示 比如说你问我,金心,我可以把你的视频分享给我的朋友吗? 我会说嗡了,指的就是没问题 再比如说,金心,你可以请我喝一杯咖啡吗? 嗡了,请,没问题 理解吗?嗡了就是表示OK,好的的意思 嗯,这个很常用 第二个呢,叫做心腮 心腮 你也可以读作心色 因为这个字啊,腮,它是多音字 既可以读作腮,也可以读作色 嗯,心腮是什么意思呢? 指的就是心里很难过 你看这是一颗心 它不高兴了,它不舒服了 就是心里很难过啊 比如说,经常有朋友在Facebook上问我 金心,你到底多大了? 这个问题就让我很心塞 对,因为我不想承认我越来越老 在变老的这个事实 我也觉得,问女孩子年龄这个事情 让我会觉得很尴尬 所以每次有人问我,你多大了? 我都会很心腮 开玩笑啦 第三个常用语呢,叫做你懂的 你懂的 你懂的的意思用英文来解释就是 you know, you know 是一个含义 你懂的呢,一般我们会来解释那些 不想回答的问题 或者是解释一些大家心照不宣的问题 心照不宣是什么意思呢? 指的是你心里清楚 我心里也清楚 大家都明白 理解了吗? 有一些问题很敏锐 所以不方便回答的情况下 你就可以说你懂的 比如说,如果有朋友继续问我 精心你多大了? 我会说,年龄这个问题嘛 我就不想回答了 你懂的 指的就是,你应该理解 你应该明白 这个问题我不想过多解释了 所以你下次再遇到很难回答的问题 你就可以说 你懂的 你心里也明白 清楚了吗? 好的,这节课呢 我们先讲到这儿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把它分享给同样喜欢汉语学习的朋友 好吗? 你懂的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